国外两二逼,想看看一万只鸽子在广场上空,集体拉西是个什么场面,于是赤巨资买了一千块面包,并且给每块面包都均匀的撒上蟹药。 他们扛着所有蟹药面包,来到写着禁止投喂鸽子的市中心广场,谁承想,所有面包片居然一片不剩的被环卫工人骂骂咧咧的收走了。 倔强的小哥还真有脾气,立马又跑到超市,透空所有积蓄,买了六百袋面包和两包强力蟹药,麻溜地又开始了行动。 不过这一次,这两货学聪明了,特意找了一个没有清洁工的角落,然后就 一个面包片就扔出去了。 很快,脑容量同样有限的鸽子那扑得叫一个欢娜,乐得小哥在广场上扭着跨绝着屁股来一段好日子。 这一幕,看得周围的人是一连忙,都傻呵呵地说,快看那儿,有个傻子。 他们哪里想到,现在他们笑得有多欢,等会儿哭得就会有多惨。 驾一秒。 驾一秒钟 这真是,外国小哥真会玩,面包加上歇药片。 鸽子吃了全窜息,一场大鱼史未低。